新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六次试飞 距离新建与助推断双双回收再利用的目标 看起来是越来越接近 但前面这些试飞 其实都还只是概念验证阶段 真正重头戏2025年才要上场 我们之前提到过新建与助推断将进行魔改 而以下这些研发小目标 若能在新年度逐步攻克 才能让新建的大计划得以成真 阿提米斯重新登阅计划也才能顺利开展 首先必须在2025年完成猛禽3发动机实际的飞行验证 没有猛禽就没有新建 当今猛禽2已经是火箭发动机的顶流 猛禽3质量更轻 腿力更大 效率更高 寿命更长 造价更低 好到不可思议 SpaceX将猛禽2进一步简化 将一些次要气流通道整合到引擎主体内部 为曝露在外的组件 加添再生冷却系统 因此猛禽3不需要热防护罩 重量大大减轻 猛禽3的海平面推力大约是280吨 真空306吨 这比猛禽2的海平面230吨 真空258吨大了许多 这还不是猛禽的最终版本 最终版本是猛禽X 但已经把火箭发动机推升到另一个境界 更可怕的是 造价只要20万美元 是初代猛禽的十分之一 不需要一天就可生产一台 因此从接下来第七次试射开始 不妨紧盯猛禽3的妥善程度 猛禽3必须成功 其他才有机会 特别是没有热防护罩的猛禽3 在返航时 可否抵御重入的高温都值得关注 我们看过超载重助推断回收的梦幻画面 下一个吸睛焦点 绝对是星舰本身的回收 这才是星舰计划整个回收作业的重点 马斯克已经在星舰6试飞后表示 星舰还会再进行一次溅落 才会尝试用Mechazilla捕捉星舰 这也是说最快在星舰8 我们就有机会看到回收星舰的精彩画面 只是届时是怎么回收 是一塔先后回收助推断与星舰 还是两塔分别接收 或是放任助推断溅落光展示星舰回收 这方面大家不妨说说自己的看法 星舰也必须再缩短试射时间 星舰6与星舰5只隔37天写下目前最短发射间隔记录 但这对星舰研发进程远远不够 虽然SpaceX申请证照许下一年发射星舰25次的目标 但这个数字太梦幻若打个对折 一年发射12、3次来看 也必须一个月至少发射一次才能达成 现在只有一座发射塔达成难度较高 但等到第二座发射塔完成后 或许有机会接近这个目标 但无论如何星舰发射必须比现在再缩短间隔 当然政府审批进度也会使星舰掌握是非节奏中难以控制的变数 要缩短发射间隔 星舰生产也得跟上 尽管星舰与助推断都可回收再利用 但回收后还需要时间准备以及FindTune 并不是回收后马上可以再发射 因此要想达成一年十几二十次这样的发射目标 势必要更多星舰与助推断 2025年星舰生产线必须加快进度 地面推进器储存转运等配套措施也得跟上 这部分关乎NASA未来的阿提米斯等月计划成败 SpaceX必须在2025年就此进行实际展示 为未来HLS人类降落月表载具或是星际旅行 提供推进器预作准备 早在星舰第三次试飞后 马斯克就宣布星舰达到入轨速度 星舰具有载轨飞行能力没有人怀疑 但星舰试射从原先打算飞到太平洋的夏威夷附近 后来几次缩短到印度洋附近溅落 并没有真正绕行环地球轨道飞行一圈 因此展示环球飞行能力 也可以作为2025年星舰试射的目标 对的还有不能只载根相交 还要运载有效载荷甚至不放心链 这些同时星舰必要展示的目标 也是必须逐步攻克的里程碑 2025对星舰研发来说 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